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这么简单的 但有些人说 他有什么功夫 看见某某人就往生了 什么就往生了 其实他看到的可能是未来 也可能是他的一种幻觉 还有可能他往生的不是西方 可能是天界 这升天是很容易的 往生西方并不是那么容易 往生西方是真的要发福地心 你连十善业都不具备 就是一个世间的善人 其实都有这样的心 都发挥到极致了 像雷锋这样的人 从他四季看 他对帮助别人是非常乐心的 就是像帮助自己的父母一样 帮助别人不修回报 不留名 还有西方的那些 像德雷莎修尼这样的人 他跑到印度去吧 对他像其他的种族的人 并且特别的贫贱的人 能够那样的去付出 人家还是世间的善人 他那种善心 那他时候也就是升天了 他去不了极乐世界 那有些人说 只要信愿就可以了 你的信愿可能是有 但是你的心 你的愿里面 是包含了慈悲心在里 菩提心在里面 你有菩提心的话 你不可能有真正的信愿 我们可以去研究 镜头中讲信愿心 这三个字 做到的就可以 但是信愿是包含了 菩提心在里面 你可以看祖师大的 怎么解释这个信 怎么解释这个愿 这个愿包含了什么东西 这个愿要真实 不是嘴巴上念念而已 真实就是说发生你内心 它是自然的 不是造作的 造作的就是假假的 这还是假的 叫造作的 你心里面根本不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就强迫自己 这样子就想 就叫造作 真心的话就不用造作 自然就散发出来 就像个人呢 受着传统文化的教育 然后呢 他觉得自己应该孝顺父母 念恩以后啊 就知道自己原来做得不好 他就开始学习孝顺父母 刚开始做还是很造作 因为原来对父母就不怎么好 那现在要学习孝顺父母 他也是比较造作的 是吧 慢慢的 要是做到那个发自内心的 那就好吧 我们学法会 今天在讲 其实呢 我们的慈悲心 都还没有升起来 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没有了 面对一点点对劲 马上慈悲心消失得无影无踪 谈什么菩提心 往生净土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往生净土 一定要先修这个慈悲心 先别谈菩提心 谈菩提心就觉得 太高看了 谈菩提心还太遥有 我们先谈谈慈悲心 就是失无量性 失无量性连外道都要修 外道修四三八定 还修失无量性 那种修外道四三八定 他要录到出场以上的境界的人 他要修失无量性 为什么要修失无量性 因为他的心 要超越欲界 欲界到了天上的六重天的人 他那个善心都可以达到 很不错了 因为天人的那个心是非常善的 欲界天的 天人的 为什么福报那么大 就是他的心很善 我感受过那种很善的人 我自己的父亲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善的人 他任何时候心里面散发出来的都是善良的念头 别人犯错 他也很容易宽容别人 毕竟我能够感受到最深切的就是 我父亲对待孩子 疼惜 他那个疼惜的心是特别的明显 任何时候都在 像那个父母 疼惜孩子 本来天性就善良 再加上疼惜孩子 他不光是对待自己的孩子 他对待别人的孩子 也是一样的疼惜 也是非常的爱惜 很会照顾人 最明显的就是他的行动 他不光是爱惜 并且他很会照顾人 就是说善良的人 他肯定会这样子的 他很会照顾别人 非常会照顾人 照顾得很细致 这是一个善人 他还只是一个世间的善人 他还谈不上慈悲心 他那种境界很高的 像他这样的人 我想可能会生天 如果他不信佛的话 会生天 你要修四禅八定 你没有这种善心 你根本录不了这样的定 你不可能达到初禅的境界 因为要超越欲界 你的善心必须要达到 超越欲界天的善心 你才有可能录到初禅以上的禅定 如定不是那么简单的 为什么录不了初禅呢 就是你为了善心不够 录不了初禅 不要以为初禅 只是心住在一个境界上 就可以了 不是那样简单 你怎么练你也达不到那个境界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心里面充满了烦恼 什么事情都会动你的念 你怎么可能录得到初禅 录不了的 你要录初禅 你都要有超越欲界的善念 善心 你的非常的善良 不起烦恼 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录初禅 即使你心住在一个境界上不动 但是你没有长期的稳定深入 你是录不了初禅 你不稳定 你偶尔录一下 但是遇到一点事情 只要你那个称心一动 你多久你都录不了定 你没有忏干净之前 你录不进去了 你修不进去 你要忏很久很久 你才能够慢慢地恢复 又开始录一点定 也许你勇猛精进 在一个不见人员的地方 你可能会录一点定 那个定都录不了初禅 为什么呀 因为你的善心不够 出来的时候你中得吃饭 出境的时候就是没有人 你的过去的业障都会翻出来 心里面起参吞词 只要这些烦恼陷情 你就录不了定 你最多就录个欲界定 就算不错了 为什么说录欲界定 为什么修行 就是录不了初禅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我们烦恼抬重 慈悲心不够 有些人说录定 就是心练习的 住在一个境界上就可以了 不死这样 我们在书上都看到过 修四禅八定的人 都得修四无量心 都得有很好的善念 心很宽容的人 很善良的人 才有可能录得到初禅 其实现在世界上 能录初禅的人都很少 天性根基比较好的小孩子 有些时候 还有一点那个味道 有一点那个天人的境界 初禅天的众神的那种 他们睡觉的时候 还会录到那种定源去 现在的成年人的烦恼太重 所以说你们呢 不要奢望谈什么菩提心 现在都觉得太高看 原来是天天要叫发菩提心 当然了 要是以前跟你们那么讲 可能你们都觉得不可能 现在慢慢的 你们也应该知道 菩提心没有那么简单 录初禅都需要修世无量心的 平等心不修 你分别念就很重 你看不同的人 马上起不同的念 你这样的人能录什么定 你根本录不了定 我们凡夫对所有的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对父母 对朋友 对普通朋友 对你的怨敌 你的心态 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凡夫 凡夫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 对你好的人就愿意对他挺好 你就对他起执着心 对你好的人也对他好一点 其实你还是以自我为重视 这就是没有开始修行的一种表现 你分别念特别重 这是我的父母 那是他的父母 这是我的孩子 那是他的孩子 这是我和他分得特别清楚 这是我的朋友 那不是我的朋友 那是他的朋友 这是我的老师 这是我的师父 那是他的师父 就是这样的 分别念你统住 说明你这个人的平等心 都没有开始修 没有平等心 分别念几重 你这样子能修什么行 你怎么可能录得了什么定 你一出定 全是分别念 全是谈生死 你谈菩提心太早了 你连善念都没有 连这样的基本的慈悲心都没有 你说你能修出什么来呢 你那些咒也没有用 还有什么修空性智慧 修空性智慧 可以降服一点自己的烦恼 至少可以熄灭一点贪嗔痴 但是慈悲心还是不够 你们自己好好想想 自己是什么根子 去极乐世界 确认你还是别做梦 你自己还是好好地检查 先别做什么春秋大梦 你先好好地培养慈悲心再说 咱们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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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